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红豆切糕 手残档也绝对不会翻车 首先来做年糕层 准备100克的牛奶 加入10克的糖搅拌至融化 来加入75克的糯米粉 15克的玉米淀粉 搅拌成没有干粉顺滑的糊状 这个液体量做出来是软硬适中的 如果爱吃很软糯的可以增加液体的量 我试过最高加到150克 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 取一个耐高温的容器 在内部铺上一层保鲜膜 待会儿好脱膜 没有保鲜膜的可以刷一层薄薄的油 我家没有大的容器 只好用个小的 如果你家有大的 一定要用大的 因为一会儿要带保鲜膜一起蒸 肯定会有人来说保鲜膜是有毒的 没关系 我用的是耐高温的 最高能耐热140度 绝对安全 容器里倒点蜜红豆给它捣碎 可以用红豆加糖煮 也可以买现成的 把红豆捣成没有完整的颗粒 因为蜜红豆很甜 所以年糕糊里减了糖量 只放了10克 如果你不放红豆的话 就要把糖量加到30克 用铲子把红豆泥铺一层压实 中间一定不要留缝隙 把年糕糊倒在上面 因为红豆泥压得很紧实 所以不会渗下去 年糕糊的厚度不要太厚 比红豆层厚一点就行 干上保鲜膜 防止蒸的时候水滴进去 顺便切点红薯片进去一起蒸 蒸锅里加热水或者凉水都可以 是年糕糊的厚度蒸8到10分钟 只没有流动性就可以了 蒸好的红薯中加入一点糖 如果红薯够甜的话就不用加 为了让它有奶香味 我就加了一块黄油 用铲子把红薯压成泥 在锅上把红薯泥中的水分炒干一点 蒸好的年糕取出 把做好的红薯泥均匀地抹上一层 红薯泥可以用南瓜泥 紫薯泥 芋头泥 豆沙或者是椰蓉来代替 你手边有什么用什么都可以 从中间把它切开 把另一半扣上来 红豆切糕就做好了 就这么简单 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不用烤箱不用打蛋器 也没有任何技巧的红豆切糕 融合了红豆的绵密 年糕的软糯 红薯的甜润 简单一蒸 美味鸡成 还有什么比它更适合手残党的呢